大家好我是来自首款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游戏呢是一个三层游戏啊叫做游历 其实游历啊是一个关于打猎的这么一个游戏 然后它和正常的一个放置的游戏有些微的不同 它需要大家去自己手动去控制选取目标 然后去点击才可以去对目标造成一个伤害啊 确实是在前期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麻烦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的一个游戏方式呢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起码不会让大家特别的无聊 现在呢其实跟大家稍微说一下我对于这个游戏的一些看法啊 游戏本身可以升级的三个东西呢 第一个是造成伤害第二个是你瞄准速度 第二个第三个是你打击猎物所获取的金钱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我这个并没有打猎啊 其实我是在守住待兔 因为附近呢会有这个狐狸出现 所以说也不要特别着急 目前来说呢我个人觉得游戏的一个大体意啊 就这些啊没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游戏呢也没什么特别的小技巧啊 基本上呃就是像大家明面上看到这些啊 其实基本上大家能看到呢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全部了 呃游戏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推荐玩一玩三星左右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啊有这个卡顿的地方 呃狩猎这个词呢 其实就叫做捕猎打猎是狩猎的一个重要过程 狩猎的这个过程呢除了猎捕野生动物之外 开发国家野生动物园以外 还有啊控制野生动物种群 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一个作用 其实自然生态平衡是目前来说 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事啊 就是现在已经是反对烂不烂想啊 但是呃自从我国家出了这个事之后呢 我希望说呃以后会对这这个事情啊 更加的严重一点 呃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东西确实是不卫生啊 这个野生动物啊 确实很多野生动物都是不可使用的 呃即使是可使用 它也是携带很多病毒 它确实是不值得大家去为了一时的这个口舌之力啊 去呃满足自己的富裕 然后将它们去突入自己的肚子当中啊 第二个呢就是你目前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任何的一个国家都没办法去确保 野生动物在吃完之后即使身体没有反应 它到底会不会生病 啊这个东西如果说你敢说谁敢打保票 我个人觉得那肯定是吹牛啊 因为目前来说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会 可以为这个东西打保票 呃为什么说 呃这个很多人都说说 这个野生动物啊 呃除了维持这个生态平衡是因为什么原因 呃大家知道这个小龙虾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啊 到现在被吃成人工养殖的这个阶段啊 我也是不得不佩服我国的这个熟食啥能做 确实是啊 这个小龙虾其实刚开始在这个美国啊 确实是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一个非常苦恼的事情 就是这个小龙虾怎么处理都比较费劲 首先第一点繁殖能力非常强 第二点生存环境啊 这个无所调剔 什么环境都能生存 然后导致啊 当时的这个啊 美国政府啊 非常的头疼 就是怎么处理它吧 都不太对 你说把他们全打捞吧 也捞不干净 然后把他们去全部杀死吧 会影响很多河流的一个清净程度 但是呢那这个 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玩家告诉你啊 这个如果说你在游戏中遇到了困难 那么只能说明你的通关方式不对啊 那个中国的厨师呢 只要有方法 那么怎么办呢 做吧 那这个 先是排除自己小龙虾体内的一种有害物质 然后去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做成食品 麻辣小龙虾或者是什么 现在还有什么别的龙虾吧 就各种龙虾 小龙虾的做法呢 已经是比较远近闻明了 然后很多人呢 目前来说这个小龙虾 已经从入境物种变成了这个需要人工养殖的这么一个阶段 导致很多人都不是特别适应 即使是外国啊 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么一项行为啊 都表示不是特别理解 因为不明白为什么会做到这种地步 这只能说是因为我国的一个啊 这个传承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厨艺的发展呢 其实和很多国家相比啊 都啊 悠久太远了 然后中国的一个食谱呢 是比较擅长去做一些千七百万的东西呢 所以说呢 会比国外的处理方式要稍微好一些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游戏呢 叫做游戏 游戏评价呢 大概在三千左右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首颗2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首颗2的游戏视频 我们首颗2号下游戏攻略 等待人来观看 那本期视频到这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